被脚码头正为钓鱼误杀案 葬深大海的死者罗 瘦61岁 生前无儿无女 与妻子相依为命 七年前十夜 婴还要工楼 退休后仍到地盘打散工 妻子结 无一 哭得死去活来 垂胸痛哭 无可以让蹦迪 死者罗胜受退休前是电梯维修员 两年前退休 做地盘工 罗生前热爱钓鱼 妻子每次品尝到账 钓得的鱼货 是两口子最温馨的片段 罗妻指 账 与姓陈六十六岁一犯有口齿印 上星期日丈夫去北角 逃钓鱼 陈生称该处是他 叫丈夫不要占用他的 至 取化个地方寄取开 个码头寄取开 他说 七年 他们才置业 每月工楼万多元 他任职清洁工 账 到地盘打工 如今丈夫心丧 靠他为 收入难以供楼 我寻碗都喂食饭 行左掘的渠 反离 罗七越说越激动 打断渠之脚 打断渠之手 有人度 一家连人都卯 他替泪交集的说 你话 地日点算 点过日子 我店无容易挨到今日有瓦头 罗七一度哭不成声 无可以样蹦迪我 此外 日中午 警方重返北角码头调查 三名探员向于商户查问 有否目击事发经过 令警方水鬼对前 北角码头搜证 据了解 由于姓陈疑犯仍然留意 是一路取口供 暂时未掌握案发详情 昨日二十日下三十许 六十一岁姓罗四者 疑因争未问题 与一名六十六岁姓陈 此发生争执 其间两人失足跌落海 虽然两人骑游回岸边 为双方依然情绪激动 继续争吵 再次 海 陈自行游回北角海关 总部大楼岸边 罗则失 踪影 消防员最终于水底发现罗南 膝盖不至 陈 误杀被捕 星岛头条APP 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